一年前的今天 北京时间1月29号 在山城重庆 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对其下属王立军的遗迹耳光 让两人之间早已存在的下戏彻底的公开化了 八天后 王立军乔装出唐美领馆 将中共政坛近十年来的最大丑闻公之于世 这起震惊了海内外的大案曾经是甚嚣尘上 街头巷尾 人人热议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案件的关注度是大大降低 一方面是因为涉案人员王立军 古开莱等人的尘埃落定 另一方面是人们从亡谷两岸中发现 在一个公众视线无法触及的黑箱中 所有的戏码早已敲定 官方需要的不是参与和监督 而只是会配合剧情发展 山呼万岁的臣民 这让很多人选择不再关心 不过近一个星期来 发生在重庆或者关乎重庆的新闻 再次唤起了普通百姓对这起案件的记忆 人们发觉 距离薄熙来案情的最后一次更新 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这四个月的沉默背后隐藏了什么 外界无法准确得知 不过从如今事态的一系列发展中 我们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重庆发生了什么 未经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